林瑞珠小姐 林瑞姐好請 各位好 我剛剛聽了那個歐陽銘生先生講的 他的發言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因為他不但過去的事情都 之前是打不出來 他現在說他忘記了 我們主黨核能這個政府官員的第一高官 竟然講這種話真是讓我膽戰心心 我是很懷疑 其他的官員是不是也是這麼健忘 最後我有幾個問題要請教 請待會不要詩問曲答 第一個問題就是 早期核能研究所的重罪反應 大家都說在發展平六蛋 一定有一些成果 即使你失敗也會有一些成果 我想請問有什麼成果 這個成果放在哪裡 還有核廢要放哪裡 第二個就是金沙計畫 金沙計畫 據我所知是要發展核燃料 要台灣製製核燃料 到底有沒有什麼成果 失敗 最後好像是失敗 失敗也會有些成果 失敗的成果 這個成果放在哪裡 核廢料 在研發的過程中 核廢料又放哪裡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核能研究者也有檢榮中心 就是燃燒一些民間的廢棄物 比如醫院的這些醫療廢棄物 我想請核能研究所公布 這個煙道採樣的檢測報告 不要不容我們 你們一直說 檢榮中心是台灣的創集 我相信這個是世界第一大膽的創集 因為我們之前在台灣做一些不設調查 也跟剛剛後衛赫定維教授也講 我們一起去三公國小跟原農會的官員一起去檢測 其實我們的數字都是差不多的 不過你們公布在網路上的數字都非常低 可是我們檢測出來的數字都是 我們的數字都是非常讓自己檢案心心的 所以我想請你們公布這個 如果沒有做的話以後就做 就是這個煙道採樣的檢測報告一定要公布 然後第三個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 就是剛剛欧阳先生說要安排參觀和原所 讓我們了解你們這個設備有多麼的厚實 我跟你說這個實在沒有什麼大不了 因為我自己也有能力蓋一個碉堡 我碉堡的話絕對可以比你和原所的那些搶地還要厚 謝謝 我想說是去掛 是裡面幾個碗東西 裡面幾個碗的東西 棉礦、蓬礦 當然對從前省海邊的這些縱殺 裡面的資源也是 當那時候的省政府 像大寫 那時候有營業救所 其實大家都很努力去尋找這些礦 因為縱殺裡面不只有 有氣息的柚、樸、土、鈦、鈦、鐵、鐵 這是一個礦產 所以那時候大家前省前果 大家都很努力的來尋找一些資源 當然我們在57年成立在60年初 我們是負責一個原子能研究的一個單位 當然我們有一個責任去尋找這些柚源 這個當然不是我們所一個責任 所以國家負擁有一個責任 當然除了這個縱沙 還有衛蟲、淋霜磅、海水 這都是我們在注意的一些問題 那這會發生說到底有沒有什麼成就 我講一個數據給大家聽 其實我們台灣的縱沙 海邊的縱沙 沙裡面縱沙的品味 差不多才1.2%而已 就是你挖了100噸的海邊沙 你才會提點1噸多的縱沙 那縱沙裡面它又分了一個叫做 縱沙裡面成分蠻複雜 剛講的它很多 它有石壁礦 礦石蠻多的 其實我們做 合理比較興趣的就是講一個叫做 毒基石 這是毒基石 其實國外也有 我們就類似的礦產 那毒基石為什麼毒基石 我們對毒基石比較興趣 毒基石裡面很含的這些稀土元素 跟我們講的是土釉的含量可能會高一點 種砂裡面 種砂的品位是1-2% 種砂裡面毒基礎的含量只有10-5% 台灣的毒基礎裡面的土含量都知道嗎? 0-5% 當然我剛剛講說我們研發責論 這個研發責論絕對是有的 這個本來就是國家不有的 我們一定會去潛重砂 我們去潛重砂裡面能夠提供這些用物藥 當時我們評估完以後 這個種砂才有0.5% 對我們來講這個更冷到 對我們來說這個是沒有什麼經濟價值 所以這個部分到研究一個階段以後 我們就做這個經濟價值 這個計畫到最後當然是不會去實施 你體驗很多土 我想這樣就好了 我想請問後來那些廢棄物跑往哪一區 提供那些提煉那些金砂 那個金砂計畫的那些廢棄物 竟然沒有成果 那跑往哪一區 好 所以我可以幫你裝好了 我跟你講 我們只是做研發 因為那個根本沒有什麼品位可以 你總有廢棄物 你提煉出來的它的輻射值一定比較高 我們的時間式的等級真的很小 這是幾公斤而已 那個是一個貼板的一個論 所以當然會去我們會把它稍微提供 處理一下那個 那個變量真的是很小 不是大家剛剛那個誰講說 我們有幾千噸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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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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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有土 這個量當然量 多少我不知道喔 不過像輻射我們看不到 可是對我們的傷害是很大 這種看不見的東西不是最少嗎 可是問題是它對我們傷害是很大呀 天然的這個這個東西本來是存在大自然 它比較存在土地上 這個這個都汙捏 這個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大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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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放射性 不再講仔細的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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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你還是實問虛答嘛 那這都是官員一併的技巧啦 就什麼都說沒有 那問題是我們測到的東西什麼都有嗎 那問題是我們測到的東西什麼都有 譬如說說在這樣實問虛答 你過一陣子你可以再看一些大媒體再去播 我還會去把所有東西批出來 你等一下等著腳 有關好 剛剛那個林小姐剛剛提到那個 檢層中心的那個煙道取樣 那個我是請那個蔡鳳龍 抱歉我請問一下 我是化工組科長蔡鳳龍 我請教一下你所謂煙道是不是指煙囪 對啊這個 應該是 應該是 對就是 文化爐的那個 請教一下你聽好不好 你在警龍的時候煙道出來 那個燒的方向那個煙道 那個過程 我們在我們合一所的系統 所謂煙道 就是我例如說文化爐燒廢氣物 稍晚它要進入好幾道的廢氣物處理的設備 在中間這個 特備中間 那個誰 蔡哥長 你就講那個我們有一些煙囪的監測 對啊煙囪的監測 我來問他是不是監測 煙囪的監測 然後 在設施裡頭的那些管理 設施裡頭也很重要 反正只要排出來 你說是煙囪的 那沒有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們大概每一個部位都會有 我們大概每一個部位都會有 那個浮射監測當然不用講 那一些工業的廢氣 比如說Nux SO2 甚至代歐心也都會有一些檢測 這個是環保局要求的 而且不是我們自己測 我們是委託 像我們前陣子委託鄭修大學做的 那不管你們是怎麼檢測的 你們檢測的方式 檢測的點 我想應該都要公佈吧 對不對 你說要公佈什麼 公佈這個檢測的結果 我們都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個要報給導演 OK 那個張偉良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時間快到了 他有關那個 有關那個 我補充他一個問題 你們剛剛說鎮修大學做的 可是鎮修大學 沒有能力檢驗那個 就是說煙裡面有沒有輻射的東西 不是 我是說 輻射監測 就是我們自己做 因為我們有一些 輻射的一些儀器 我們應該 OK 這個結果大概都會報到主管機關區 就延長會那邊去 那輻射當然是我們專門 我們有一些儀器就可以做 那有關 剛剛那個 林皓先生提到說 一些什麼髒蛋 什麼那個核武 我們是請董副 稍微做一個回應 主席各位貴賓 還有各位同仁 我是董城技術 還有董白城 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核原所有沒有從事核武的發展 有沒有做髒蛋 核原所民國57年成立 那在那個年代 國際上核能發電的民生應用也是剛起步 那我們國家是 就是規劃想要建立這個核燃料製造的技術 推廣這個核能的應用 那所以有了核能研究所 那也相繼建立了蠻多的核設施 包括這個也就用反應器 還有UO2燃料的發展設施 還有誘轉化的實驗室 還有核燃料原建廠等等的一些核能設施 但是核燃所一直 受到國際原子能總署 這個防止核武擴散的保防檢查 所以核能研究所所有進行的計畫 都不涉及用濃縮的製造 還有用過燃料的再處理 以及土的造色 那因為這三個是製造核武的一個途徑 那核燃所從來沒有這方面的計畫 那國際上因為我們有蠻多核能設施的 所以國際上有蠻多傳聞 認為說是我們國家具有這個發展核武的能力 那事實上有那麼多設施不能說毫無能力 但是呢我們並沒有做 然後國際原子能總署每年都來好幾次的檢查 到了2006年的 國際原子能總署在他的保防聲明裡面 說台灣所有的核物料均維持和平使用 這個對我們國家給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澄清 那也給我們所裡面一個很好的澄清 所以我們國家並沒有從事核武的發展 關於髒蛋的部分 我想我們核武都不做 怎麼會去做髒蛋呢 所以所裡面都沒有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另外就是核武的報告 所以說這個你想要做為挪用 這個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機會的 跟大家做一點澄清 謝謝大家 那那個楊先生的安定化的程序 那我們請那個小蔡那個答應一下 那真的楊先生剛剛提的問題 我想我這邊說明一下就是 燃料的安定化 它跟您想像說要這個 所謂加水加這些東西 這些是誤解 這些是誤解 我們從這個開始發展這個安定化程序的時候 剛才賀博士也提到 有沒有國內外的這個機構認證 我提到了一個PNNR 美國DOE 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 安定化的技術基本上 是從這邊跟它討論出來 然後我們做了測試以後 這個國際的單位是認證的 是確認的 那這裡面 沒有所謂的轉化率的問題 因為它不牽涉到A加B等於C 然後損失多少 然後什麼又變成了高放飛機物 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它是在一個很穩定的狀態之下 那我剛才也提到就是說 它產出來的東西 因為是國際原始人總署 它要斤斤計較 所以我們又跟美國國家 這個另外一個老實阿倫斯國家實驗室 發展去檢測這裡面成分的特殊的技術 那甚至於如果各位願意的話 在網路上這個國家實驗室它有出Paper PCEC的系統 它有出這個Ciantic Paper 各位都可以去看 有這些地方認證以後 各位放心 我們不會藏起來 我們也不會留下來 那至於說 當初為什麼留下39支 時間久遠 那基本上 基本上我不是在逼這個問題 依照台美民用協定 TRR的燃料 它原來的設計就是要送回去 就是要送回去 所以它有這樣的設計 它不耐久長 那執行的過程裡面 最後留下39支 事實上我們現在 以一個工作人員的立場而言 我們現在持續還希望能夠說服美國 再把這39支最後的東西送回去 那如果可以這樣送回去 事實上可以解除我們所謂用過燃料的最終處置 這方面 那說不定也是國家之福 以上 好不好 那個剛剛 剛剛那個 您講的那個 那個燃料碗 那個事實上是 核能電廠用的是燃料碗 那是二氧化用 那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是金屬釉 金屬釉加上那個燃燒 我才變成一氧化碗 那我想那個大致 那我是不是 看看現在大家還有沒有什麼 好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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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